那大家就来先看一下咱们的这个Movilance这个数据集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个长这什么样子 其实就是说也是咱们Surprise这个酷 它的一个输入的格式 因为之后大家可能会用到自己的一些数据源 比如说我自己爬的 或者说我自己在哪收集的数据源 那如果说你想用Surprise这个酷去进行一个操作 你需要给它转换成一个标准的格式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的格式 我们来看 第一个指标就是一个User的ID 比如说这里它都是用ID来表示 没有去说具体的人的一个用户名 或者是尼称什么的 所有东西都是拿ID进行表示的 然后第二列就是一个Item 在这里它就是一个电影的名字 左边是一个用户 右边是一个电影 这就是说这个用户给这个电影打了一个分 打多少分呢 打了三分 后面是一个时间戳 咱们这个东西对咱们没有 咱们也不用管它 反正它就是一个跟时间相关的一个量 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么前三列 第一列是咱们的用户的ID 第二列呢 是咱们这个电影的ID 第三列是咱们的一个打分的值 那现在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 就是说对于咱们的这个MU Lens 它这个数据集来说 它在构造的时候 是不是说它是通过这种 本来它应该是个比较西数的矩阵吧 存储这样一个西数的矩阵比较麻烦 所以说它转换成这样一种形式 就是说用户对哪个电影有评分了 我给它写成一条记录 比如说196号用户 然后对我242号电影有个评分 那我在这写一条指标 那这条指标就是说 以196开头的User 它不止这一个 我们可以多查几个 这块可能查的不太明显 这块有是吧 这块还有这个196号用户 对于381又平了四分吧 在这里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用户很多电影 然后本身是一个西数的 但是不便于存储 我们给它转换成这样一种文本 这样一条一条记录 比较好存储的一个格式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个数据其实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数据吧 咱们要用的信息也都有了 用户物体评分 有了这三个指标之后 我们就能去做这样一个行动过例 或者是矩阵分解的一个任务了 咱们接着来看 那下面这是第一步 是吧 我把这个data 就是咱们的木鱼烂死数据集 先给它拿到手 拿到手之后 按照咱们的一个最常规的一个操作 是不是说 我刚才在上解课给大家 讲过一些关于评估的标准 在这里咱们一会儿就拿那个 聚防误差 还有这样一个绝对误差项 就是RMSE 还有MAE 这两项来进行一个评估 那你要进行这样一个评估 咱们的一个通常套路 是不是说 我需要把咱们的数据集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咱们的训练集 一部分是测试集 然后在训练集当中 我可能还要调一些参数吧 咱们一会儿是有一些参数需要调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需要做这样一个交叉验证的一个事吧 怎么做呢 很简单啊就是说首先我们把数据拿手了 然后给它split一下 在这里啊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几折的交叉验证 比如说我想进成三折 那平均分成三份 然后可以得出来三个结果 然后最后才可以取一个平均值 我指定啊这个折数等于三 它就会进行一个三折的交叉验证 然后呢下面啊就是跟咱们那个SKLearn啊是类似的 咱们用那个SKLearn在进行建模的时候 是不是说第一步我要先把这个算法给它导进来 就是在这库上给它导进来 然后呢在这里我把这个算法它的一个对象给它实力化出来 这里啊其实也是一样的 然后下面要做的是不是说 嗯只不过说咱们之前是一个进行一个pro代的操作吧 咱们现在啊这个这个surprise库当中有一个评估的模块 我们直接啊就是可以拿这个结果来进行一个评估 评估的时候呢需要传进来三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算法的名字 比如说你是用先通过滤去做的 还是用那个矩阵分解去做的 你自己可以给它指定出来 第二呢就是你要拿哪些数据 咱们的data先给它传进去 然后下面啊就是说你要做评估啊 是不是得有一些评估的标准啊 对于这些评估方法啊 我们可以上它那个官网当中啊 去找它的一些文档啊 在这文档当中都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就是介绍一下啊 它都有几种的一些衡量标准可以选 在上面这里啊就选择最常见的两种啊 均方误差还有这样一个绝对误差项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执行一下吧 执行一下当前我们就是评估的一个结果 执行评估的结果的时候啊 咱们最开始是不是说 嗯做了一下咱们的一个交叉验证啊 所以说它会有第一则第二则第三则 分别给它打印出来 那这是我执行完之后 第一则的一个结果 然后看了一下两个误差项的一个值 分别等于多少 第二则第三则 以及最终还需要一个平均值吧 因为咱们就是做这个交叉验证啊 我们就是希望得出来这样一个平均值嘛 所以说啊 现在啊我得出来了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 我们是不是说要使这个值啊 是越小越好的啊 那这个啊就是咱们当前的一个参考的结果 然后呢有这样结果之后啊 嗯咱们现在好像在做的一件事啊 用这个行动过滤去做 好像挺简单 不需要什么参数 那当咱们要用一个矩阵分解去做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们要进行一个迭代求解啊 在进行一个迭代求解过程当中啊 我们是不是得传进来一些参数啊 比如说现在呢 嗯我从我的surprise这个库当中啊 它导进来了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grade search grade search啊 咱们之前讲sklearn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这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grade search啊 那用法是不是一致的 基本上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是需要多种的参数 比如说当我进行一个迭代的时候 我是不是得可能指定啊 就是当前的一个迭代次数 然后呢咱们不是还有一些正责化的惩罚项吗 正责化的惩罚项 你给它加上 然后还有一些学习率 这些都是我们的参数吧 那这个参数啊 比如说迭代次数 你是迭代啊 这个这个用的比较少 通常咱们通常情况下就是 我们会把这个eproach指定成一个固定数 我们是不把它当成是一个参数的 最常见的就是说把学习率 还有这样一个正责化惩罚项 当成一个参数 比如说学习率的时候啊 是0.002好呢 还是0.005好呢 现在你这么一问我 我哪能知道啊 光看两个数 所以说啊 我得去实际的试一下 在这个surprise库当中啊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它的grade search方法 我们是啊 先把我所能用到的参数啊 所有的参数都写成一个字典的形式 比如说我现在有三个参数可选 那我把这三个参数啊 分别写成一个key名 然后呢 每个参数里边啊 它有一些候选值 那我把它啊 就写成了这样一个value值 那现在就是假设说啊 嗯 我指定了三个参数啊 eproach还有学习率 还有这样一个政策化的一个强度 那现在每个里边都有两个值 那我一共要做这么多少次 就是尝试的组合呀 我们一看啊 这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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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二的三次方等于八呀 所以说接下来啊 我们会做八种参数的组合 因为这些参数呢 一共会组成八种组合吧 我们要分别的来看一下 嗯 这八种组合 它的一个效果是长什么样子的 分别来看一下 那这里啊 就是其实呢 它这个底层在封装的时候啊 嗯 它虽然说 就是说要去做八种 但是呢 它不是一个一个去做的 有一些操作啊 它可是可以并行去做的 这个就是说 我们最好使用它默认的一个参数啊 用它的这个grade search来去 嗯 轨的设置这个函数来去帮咱们做这个事 不要自己去一个个尝试 自己一个尝试啊 效率通常情况下是偏低的 我们最好使用这个轨的设置 这也是啊 这个surprise给咱们推荐的一种进行参数选择的方法 然后呢 要怎么做呀 我们把这个grade search拿过来 里边呢 这回啊 我们不用那个讯动过滤了 我们刚才不是用那个kn basic吗 basic里边我们就是一个轨通过滤 在这讯动过滤当中啊 其实我们可以传进来参数 就是说 嗯 关于你这个kn basic啊 你可以指定我是基于用户的 还是基于物体的啊 在这里啊 就是它各样的文档当中啊 都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大家有时间啊 就是啊 如果说想去用一下surprise这个库啊 嗯 而且想把它用的比较好 最好的情况下 我们是把它的一个整个文档 从头到尾看一遍 我当时啊 就是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没有花太多时间啊 大概个两小时之内吧 我觉得就能把这个东西多看完啊 内容并不是很多的 在这里啊 我们现在拿这个决定分解去做 嗯 在做这个决定分解的时候啊 其实上来说 嗯 这就是上面操作都是跟之前一致的吧 只不过说这个gracearch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就是你用什么样的算法 比如说用svd去做 然后呢 第二个你传进来的参数是什么 第三个呢 你的一个衡量标准是等于什么的 这里啊 就是咱们可以指定啊 咱们就可以指定不同算法 其实在surprise这个库当中啊 大概有个十来种算法吧 我粗略了看了一下 它实现的算法还是蛮多的 其实大部分就是一些矩阵分解的一个升级版啊 跟大致的原理是一致的 只不过说 在一些小程度上做了一些改变的 那下面啊 就是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看一共有八次吧 第一次啊 一组参数它的一个组合的效果 第二次第一组参数它的一个组合效果 第三次一组参数它的一个组合效果 第四次啊 第五次甚至一直到最终的第八次 它的一个组合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不是说 我得一个个去找了 看一下哪个最低就选哪个吧 第五次啊